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央广的这样看中国 我是主持人傅察 今天节目的邀请一个特别来宾吴小云老师 吴老师是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学的专业出身 还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历史学的博士 他现在的工作是在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器务处 担任副研究员跟科长 那吴老师呢特别关注的研究就是古代的车马 然后写过一本书叫中国早期车马 然后冒号起源文化交流和文化和身份认同 吴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那我们今天想讨论的这个主题啊 是关于就是跟吴老师的研究相关 就是谈商代跟周代的车马 那吴老师当然也策划非常多 在故宫博物院策划非常多 有趣的然后有专业的一些策展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故宫博物院看到吴老师的策展 好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啊 就是谈这个商代的马车 马车在今天看起来是非常落后的一种器物了 那如果一个人开着豪华跑车 双臂汽车看到一个马车的话 他一定觉得那个东西很很古老 而且也觉得很适合打卡 觉得很好玩 可是我们必须要回到商代的情况来思考 就是商代如果有一个人驾驶马车 那他和今天的一个人开着豪华跑车的状态 应该是一样的对不对吴老师 我觉得我要替马车平凡一下 如果说我们今天注意一下 就是比如说英国女皇出来的时候 他主要会坐汽车还是坐马车呢 所以马车是身份权利的象征 到今天还是如此 对所以其实他在今天可能我们的汽车工业 已经发展非常的突飞猛进了 可是在许多比较有深厚传统文化的地方 他可能马车还是会作为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象征物 或者是说你可能在欧洲 你很容易会遇到比如说皇家警察 他们都骑着马 对对对 然后贵族都是有什么重要活动 一定都是用马车来表达他的这个身份 好可是我们在今天的中国 我们却看不到这样的现象 我们今天中国好像最高的这个官员 通常都是开车 不会是骑马 也不会坐着马车 那也可能说明中国这个传统 现在已经消失掉了 我们回到商代 商代这个传统还非常强大 那可是有一种说法是说 商代的这个豪华跑车 是突然就是出现的 然后在这个心虚安阳的这个考古当中 就发现了好多这个商代的马车 但是之前我们却找不到 关于马车这个技术发明的这个源头 所以有人认为是说 这个马车可能是从西方引进的 那吴老师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过程吗 那我们今天一般来说 学术界可能比较认同的一个观点 就是马车是从欧亚草原引进的 那这个马车的出现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突然 在英虚的这个商王武丁的这个时候 它作为一种非常高端的一个技术 出现在中国的这个中原地区 特别是在商代的这个当时的首都 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安阳 安阳在河南的安阳 所以是从就是从这个草原引进的 老师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引进的过程大致是怎么展开的呢 其实车子的出现 它经过了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时段 那最早的车子呢 我们现在可以掌握到的资料呢 大概是在西元前四千计的时候 在两河流域 曾经在一些遗址里面 有发现一些车子的图像 那在差不多西元前三千计的时候呢 在这个比如说俄罗斯啊 或者是乌克兰都有发现一些 实际的真实的车子 在这个考古遗址里面 可是这种车子呢 它大部分的这个轮子 它是用比如说可能三个 三片木头拼接起来的 那它的这个是用什么动物呢 它主要是用可能是以牛为主 用牛来拉车 对 就是说在这个两河流域的车 是最早是这样的车 对 那欧亚草原比较早期的车子 就是属于这种类型 那这种类型的车子出现以后 就是其实它对于这个社会 有很多的这个改革跟发展的推进的力量 比如说它可以移动到更远的地方 那一台车子很大 它可以装很多它的家当走来走去 所以它其实就是促进了一种 可能移动式的木页 那一直到了差不多 有很多新院前两千年左右 在现在我们知道的乌拉尔山那边 乌拉尔山 对 突然出现了一种 体积很小的一种新的车子 那这种车子呢 跟我们刚才说过的三块木板拼成的车轮 这种很笨重的轮子 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它是浮轮车 就跟今天的车是一样的 对 就是像脚踏车这样子 它是用一根一根的这个浮条 去构建起来的 所以它的这个重量 首先就变得非常的轻 那它的这个拉车的动物呢 就突然就全部都变成都是马 就是这种很轻量的一种 轻量化的车子呢 它的这个拉车的动物 就是主要是以马为主 那又更特别的地方 就是在这些遗址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它除了轻行车 然后有马以外呢 它另外还有配的这个人 那这个人呢 驾驶者吗 对 它的这个驾驶者身上都有佩戴 比如说弓箭啊 毛啊 所以呢 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认为说 这就是战车 就是这样子被认定的 所以呢 这个车子在这边出现了以后 其实在欧亚草原的这个世界里面 造成了非常大影响 它的移动速度变快了 对 然后呢 它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所以呢 很快有很多学者呢 就有指出来 在这个马车的这个出现以后 这个整个欧亚草原的东西部 非常迅速的连接在一起 所以你说这个车的发明之后 它是往西传播 也往东传播吗 对 那它的这个传播就是 非常的快速 所以呢 就有学者就有提出说 马车出现以后 就把整个欧亚草原 东西连接起来 所以他们就会把它称作highway 就是一个欧亚草原高速公路的行程 那这个往西走呢 它就非常快的时间就进入到了埃及 所以就在埃及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那往东走呢 差不多到了西元前一千两百年的时候 就到达了这个中原安阳 所以我这个地方我还第一次听老师这样讲 原来我一直以为这个马车的发明 是从那个两河流域开始发明 一直延伸到今天的中亚 然后再传到今天的中国 就是安阳那一带 那其实你讲的是说 真正我们看到的马车 是从这个乌拉尔山中亚那一带发明的 然后往两边去传播扩散 是 那原来就是在两河流域的那个车 实际上是蛮落后的 蛮笨重的一种车 对 它主要可能是为了长时间的 就比如说牧民啊 它要移动式虚目 比如说我们可能最容易理解 就是足水草而居 那它要随着季节 然后就是水源 还有这个草原比较丰沛的地方去移动 那它这样子的车子 主要是为了适应这样子的移动 环境 对 那轻量型站上它的车体积非常的小 所以它主要是为了更方便的战争 OK 就是原来在两河流域当中是没有 它是用马拉车 用驴拉车或牛拉车 是没有马吗当时 当时两河流域有马吗 其实我们目前知道 马的驯化大概是在 西元前三千五百年左右 那很多我们现在的观念 会觉得马就是用来骑搭 或是说在战争上面的一个工具 对 可是实际上最早的马它不是作为交通运输工具 而是作为这个比如说食物的来源 比如说要马奶 做马奶酪 对对 今天蒙古好像还这样吗 对对对 或是吃马肉啊 像这样子的一种 像是一个蓄产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后来慢慢的变成一个就是这个战争的工具 或者交通工具这样的 那好那我再继续请请教老师 就是这个战车或者这个马车传到了这个商代的时候呢 传到安阳的时候呢 它是整个是整车引进吗 整车进口吗 还是说它是局部的一些技术进口 然后再组装起来呢 其实它非常的特别的 就是说我们在安阳看到的马车 它的木头结构好像并不如我们在欧亚草原看到的一些形象描述 或者是说像埃及的那个非常轻量精致化的马车的样子 它稍微跟这些地方比起来 它显得比较好像比较笨重 你说商代的马车看起来有点笨重 对 但是为什么呢 那就是它比较笨重 这是它的一个特征 那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它非常用非常多 就是它们非常高端的另外一个高端科技 就是金属铸造技术 青铜器 对 它们用了非常大量的这个青铜器来装饰马车 是可能商代的两个非常独特的地方 那它为什么会那么笨重呢 其实我们应该可以都可以理解 我们要去车型的时候 它需要一个比较平稳的道路 对 或者是说像欧雅草原 它需要比较平面 或者是比较辽阔 或者是说像尼罗河那边 它是比较平的 它是比较适宜车子行走的 所以呢 在中国的这个中原这边 或者是说可能它的来源会是来源于这个近伞高原 这套技术的来源可能是来自近伞高原 通过近伞高原过来的 那它通过近伞高原 它那边的山路是相对来说比较崎岖的 所以要走比较崎岖的路 它就需要比较重 对 重一点 它压得住 比较稳 对 所以它在比如说应用在不管战争啊 或者是仪式表演上面都会更加的合适 这是等于说马车随着它传到中原的话 它本身随着中国的地理环境而加上改变 我们今天看到山闪的这个黄河流域 那个黄土高原一带 其实都是非常的崎岖不平的 所以在这样的地方下的马车 如果不做一定的变化的话 是无法生存下来的 所以这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对 但是可能更重要的就是造车 就是比如说你看了一个东西长差不多那样子 你有木匠 你多少还是能够模仿的来 但是这里面的可能最关键的技术 其实是跟马有关的 跟马有关 因为首先就是在中原地区 它是没有马匹的信仰 对 所以就是它大部分的这个 我们看到的这些马都必须要仰赖 从比如说可能蒙古草原 或是说近陕高原这边引进 所以它的这个马的这个配套技术来说的话 可能是更困难于适应在这个中原地区 OK 所以这个情况有点像是说 我们如果从国外引进一个现代的机器的话 其实同样要有一个技术人员 来去对这个机器加以使用跟治理 就是说如果当机器坏的话 那你还需要维修它 所以基本来说 这样一种这个综合性的一个引进的话 必须是配套才行 对 好可以这样讲 好老师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马车的术语也非常复杂 比如说像车轮的轮还有这个车圆的圆还有车轴的轴 那这些术语是当时是大致是怎么出现的 会不会是说是因为那个声音就是最早的这个字圆来自于这个阿尔泰语的草原的发音 然后变成汉字的一个记载呢 是有一些学者有提出这样子的观点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比如说甲骨文啊 或者是商周时期的这个青铜器名文上面 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些词汇 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大概的这个表述方式 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车这个字 车这个字 然后还有马这个字 就是这两个字 但是比如说到了比较晚期的像是毛宫顶 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对于车子和马的描述好像非常的简单 就只有一个车子配两匹马或是四匹马 但是他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车子上面的装饰品的一个与会 那其实就可以回应到商代的时候 这个车子刚出现的时候 他们对于这个装饰品的重视 好 那我们那个一会儿在节目的下一阶段呢 我们再继续请教老师关于这个车子装饰品的这个部分 这个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 那我是傅茶 这里是央广的《这样看中国》 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从两岸国际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进行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里是《这样看中国》 我是主持人复查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聊商代的马车 刚才吴老师有跟我们介绍是说 商代马车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一个变化 就是说和中国固有的青铜器的制造技术做结合 所以车子的装饰品变得非常的酷 变得非常的厉害 那我想这个考古当中一定有很多 老师在研究当中有很多独特的发现 可以帮我们听众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吗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商代的马车呢 它的特别是在安阳出土的这些马车 它的这个装饰品是非常的华丽的 那这个华丽呢是要怎么理解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看到的这个欧亚草原的马车上面呢 是基本上在考古里面完全都没有发现 可以只认为这个马车的这个装饰品 所以他这个商代的贵族 他在接触到这个商代的 就是可能从北方来的这个马车的这个形式的时候 他应该是所理解的认知的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一个样子 就是最早来到商代的时候是很朴素的 对 OK 然后就发生变化 对但是就是我们在那个特别是非常幸运的 就是在1930年代的时候呢 就已经发掘了这个商王五丁的马车 那这个五丁的这个马车 他有一个车马坑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庄业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这个文物陈列馆看 来看 对 他的这个马车的装饰品呢 非常非常的多 他的一个特色呢 是用这个商代的独特的这个铸造技术 然后呢去量身打造 替每辆车子量身打造特殊的青铜的这个构件 每辆车的装饰都是量身定做的 对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然后类别也是不一样 然后造型也是不一样 然后花纹也是不一样 是吗 真的很酷 然后是用这种一套一套套件的一个概念下去制作 所以有些我们可以知道说 青铜器在刚铸造出来的时候 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绿色 青绿色的这样子 它是金黄色的 对 它就是像金黄色一样 就是非常闪耀的 那我们可以再想一下 想象一下在金黄色上面呢 然后再镶嵌非常细密漂亮的这个绿松石 绿松石 所以就是一种金色跟这个 非常奢侈豪华的味道 对 在视觉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如果说哪里的车子是可以跟商代的这个最高等级的这车子来做比拟的话 那应该就只有埃及的这个土坛卡门的黄金车 它的车是黄金做的 也是木头的车子 但是它上面有很多的这个黄金的这个配件 那我再问吴老师打断你一下 今天那个英国女王的皇家马车赶得上商代的吗 就是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因为比如说英国女王的车子 它是属于仪式的仪仗型的 就是可能形状上比较跟我们南瓜马车的概念比较接近 南瓜马车 但是图坦卡门或是商王五丁的车子 他们是战车 就是军事的这个意图表现是非常的强 它后面有一个就是一个像波及型的一个站的位置 然后这个商王或者是站的上面 那当时还有人帮他驾驶车还是他自己驾驶呢 就我们现在从考古上来看 一辆车子上面通常是应该是有三个人 三个人 对有一个人是比如说在战争上 一个人是负责驾车 一个是负责射箭 然后一位可能是负责持矛 啊防御 对 就是对方如果有人来攻他的话 他去拿矛去攻击对方 对那这样的车子呢除了就是在这个战争使用以外 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料更多的是用在打猎 打猎 对所以就曾经就是有发现一则这个甲骨文的这个谱词 就有提到说伤亡从车子上掉下去的事情 就打猎的时候车翻了翻车 交通事故 那是说明就是说这个打猎的时候是伤亡在上面 然后还有两个或者说有一个人在驾车 一个人在射箭 一个人在拿着矛 那张王的角色是拿着矛的还是拿着箭的 我们不太确定对不对 目前还没有资料可以证明说 这个角色的问题 无法复原 了解 这是蛮有趣的 所以刚才吴老师帮我们介绍是说 商代的马车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就是说对于马车原来那个核心的构建 在没有改变的前提下 然后呢装饰了非常多青铜器 青铜器上面又装饰很多绿松石 看起来非常的豪华奢侈的这样一个感觉 那可是这样一个马车 整个引进到这个商代以来 它一定存在很多这个车的修理的问题 比如说车如果坏了怎么办 谁在修 然后这个马屁如果生病了 这个马生病了 那怎么去治它 以及这个马的训练没有很好 万一他比如说他突然跑 就开始狂躁起来的话 怎么处理 那这些东西老师有没有一些资料 或者是考古上的一些发现 可以告诉我们呢 在商代的这个车马埋葬的 这个车马坑里面 就是它通常是一个挖了一个坑 然后把一辆完整的车埋进去 然后除了车子以外呢 就还会有拉这个车的马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可能这台车配备的一些随从人员 对那这只驾驶员身上呢 它就有很多工具 比如说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小刀 所以就有很多的一些学者可能就认为说 这些小刀啊 小工具啊 可能就是专门是在为了这个中途坏掉的时候 可能就是随时都要来修理的 那些小刀的功能推测起来 它不像是可以修水果之类的 削苹果之类的 应该是修马车 这种小刀其实在欧亚草原非常的流行 然后它其实可能就是我们概念里面的一种瑞士刀 或者是超级小刀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它是非常的万用 OK 万用 瑞士万用军刀的概念 那如果马匹的训练跟马匹的治理这样的部分 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记载呢 我们现在目前可能从现在的马骨啊 或者是说对于马的一些描述的话 我们可能更倾向于认为 我们在商代的遗址看到的马都是进口的 都是草原进口的 都是进口马 对 难道商代本土没有不产马吗 在马车出现之前在中原地区 我们基本上并没有看到驯化的马的这样子的 那时候有牛吗 有猪 有猪跟牛跟狗对不对 猪和牛和狗都非常的多 但是就是没有马 可见这个马真的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 可能适合草原生存的动物 对 那这个如果要在中原地区养马的话 其实是非常的困难的 从我们要怎么来理解它 比如说从更长的这个历史来看的话 比如说从商代到清代 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取得两马 就是你这个朝代强盛与否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在这个我们看到的资料里面呢 比如说在甲骨文里面也会有一些伤亡 去一式性的饲养小马的 喂马这样子的一些作为 但是它的这个范围应该是非常的少 所以呢在马匹或是说马的训练的一些技术 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仰赖从草原过来的一些人 就这样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商代的遗址里面 也可以看到大量这样子的人的这个墓葬 都在这个墓地里面出现 那至于是什么样的马适合来拉这个车 或是他们要引进什么样的马呢 其实我们在甲骨文或是很多资料里面都有关于马的毛色的描述 所以这些可能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标准 那另外我们从比如说战国的这个战国时期的一些车马遗存里面 我们有看到就是说拉车的马 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两头都是弓的 然后他可能要严割 哦因为这样有力气 这样他对就是 对就是所以他其实已经有很多这个复杂的考量 对马的这个了解 对马了解 那另外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 如果你要实际运用在日常生活 狩猎 或者是说运用在战争的话 他就是需要有这个御守的训练 就是驾训 对 那他这个驾训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 比如说我们讲传统里面 我们讲说中国的六亿 离约射御苏数 那其实射和御两个是结合一起从外面引进的 这个射是射箭 这是骑马射箭 不是骑马 驾车射箭的技术 驾车射箭 然后这个御就是驾车 所以当时的这个六亿当中的这个射不是骑射 而是驾车射箭 可以这么说吗 不确定 不确定 那我知道 就是说 当然这个现在从那个研究当中 我们无法确定 那个孔子时代当时那个那个所谓的射 是不是骑射或者是御射之当的差别 可能也许可能都包含在内 因为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 也出现了骑射这样一些东西 我们以后录音当中可能也会谈到这样一个主题 那我刚才听老师讲这些综合的这个介绍 我觉得很有趣 让我想起什么呢 就是我们今天如果从国外买台好车的话 其实维修起来也是很困难的 因为其实你在台北或者在哪里 你可能只能有一两家维修厂去维修这个车 而且价格也非常贵 那如果这个车已经普及的话呢 当然就没有这些问题 所以我相信在商代的时候我们能够用常理去想的话 他同样也会面临这些问题 应该是 那我再回到刚才就是老师谈到一个就是关于马的术语的问题 跟车的术语的问题 问老师一个我的一个推测 就是因为我发现就是你也研究青铜器嘛 那青铜器其实很多术语也是非常复杂的 不同的青铜器有不同的名称 然后那些名称我们今天其实都不太会念 不知道该怎么读它 那个马车的术语 我确实发现好多字我也完全不会读 但是核心的像轮子的轮 像轴就是车轴的轴 车轴的轴这很重要 像车圆的圆也很清楚 那个圆就是从车身也伸出一块木头 然后用来把那个马连在一起的那个圆 可是它还有很多部件是非常复杂的 您说在那个在这个甲骨文跟基文当中都没有这些字 可是后来它都出现了 它会不会是说这个马车变成一个 中国的这个王军 军王他们主要作为权力象征的这么一个工具之后呢 然后形成一整套的一套 一套这个术语 然后整个这个一些知识分子啊官僚嘛 他就发明了或者是一些文字 然后来去解释这些东西呢 因为不然它 它跟我们实际生活是蛮遥远的 对不对 那它一定有这些字出来 然后它还命名 而且都有一个车字旁 所以这个过程会不会是后来 比如说秦汉时期才逐渐出现了一套术语 来解释这个上周的马车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马车的这个部件的一个命名方式 主要的这个依据来源是周理考工记 是周理 那周理是什么代的一个什么时候出的书 那周理的话 它主要 它的主要形成时间段可能是战国晚期到汉代 它是一个逐渐搜集过去的很多的资料 然后再次编辑而成的 所以它里面有保存了可能比较早的一些内容 但是也有混入了很多当时在编辑的时候的一些时代的这个知识 所以要怎么去区分它 它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因为这个三礼 就是周理 以礼 礼记 这三礼在汉代以后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所谓的知识库这样子的一个价值 所以呢这些字词跟这些术语呢 就从就是说比如说汉代的人或宋代的人 他们并没有考古发现 所以他们无从去 他们没看过上代的马车 对他们无从去理解 所以他们的能够依评的对象 就主要是这些经典书籍 就是这个三礼啊 就是上古的样貌应该是什么样子 他们可能主要能够选得到的这个素材是比较少的 但是我们其实现在考古出土的这个文字里面 它也告诉了我们就是大量大量的这些字词的累积的一个过程 或者说对车子理解的过程 比如说我们在甲骨文里面 我们就可能就只有看到车这个字 可是我们在西州的青铜器名文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那个车子上面装饰品的名词 那我们到了像比如说真侯乙墓 战国真侯乙墓的这个图检 这个检读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比如说在真侯乙墓 真侯乙他这个过世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他的这个墓里面呢 就是当很多人给他驻葬 就是说送很多车子来 就是壮大他的这个出病的这个队伍 所以他的这个浅册就记载这个隋藏品啊 或者是这些内容的时候 就是有至少我们知道有39种车子 39种车 不一样的名字的车子 然后有33种不一样名字的马 所以他就是可能1000年的这个过程里面 他的这个知识不停的在复杂化 OK 所以我们可以大致理解是说 这个知识的复杂化 然后导致说中国这个系统的使用者 文字的使用者 必须发明出一些新的汉字 来解释这些车的这个部件 包括装饰品 那可是这个汉字的音怎么来的 我们现在无法去了解 因为这是语音的变化的问题 那也许可能是本土的音 然后为了跟车有关就加了一个车 因为我看到像秦始皇有个叫温凉车 那个就明明就是温凉 竟把那个三点水变成车 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个也许以后可以有机会展开 那今天对这个老师的访谈呢 就先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老师帮我们来解答 这样有趣的 就从商代到周代的一些知识 然后我们在节目的尾声呢 也跟大家说 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的想法 可以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的55号 或者发电子邮件给我们 我们的邮箱是2020 at rti.org.tw 或者是2020-0203news at gmail.com 好 我们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